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 我不喝 拿鐵頻道 今天繼續玩 誰或FIFI 我要活下去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的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新的塗裝槍 Grozzar的黃金 咆哮 值不值得抽啊 然後其實這馬槍的部分 它的優勢就是 傷害一格跟射程兩格啊 主要來講呢 如果你今天裝了這把圖裝的話呢 你可以打敵人在剛降落的時候 傷害算還不錯啊 然後在敵人比較遠的距離的時候呢 你的傷害也比較不會掉 所以這把槍如果說 你今天是偏向 可能在前期跟中期想要 收敵人的話呢 這把其實是可以抽的 然後可是如果我要推薦的話呢 我會推薦大家可以抽另外一把 如果要知道吃雞的話 商店這邊有另外一把 是之前有出過的優煞衛士 因為那時候我抽這把 所以我只有抽到天數而已嘛 我沒有抽到永久的 然後今天的話呢 應該會先抽這一把 為什麼呢 因為傷害增加一格 其實我有那樣的槍了 然後可是如果要打到角色 你去撿空頭的Glozar的話呢 其實護甲穿透打的傷害 一定會比傷害一格更高啊 所以說呢 今天的話呢 我會推薦大家 如果說 像我 像我是已經有那個 傷害增加一格的Glozar 你們看喔 我這把槍是雄心壯志 我比較常拿這把 精準兩格 所以說它的子彈會比較穩一點 就是可能譬如說 原本是第六發開始 第七發會飄 它可能變第七 第八發是準的 第九發才開始飄 所以說精準增加 基本上就是你的彈著點 它比較不會那麼飄 傷害增加一格的話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測一下這把槍 就知道了 因為傷害一格跟我們新的那個 獅子那一把是一樣的喔 好你們看喔 這把的話 就是獅子很帥 可是它就是 傷害一格射成兩個嘛 所以這把其實在 中距離以上的話呢 算是蠻有優勢的啊 可是它是沒有護甲穿透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就有傷害一格的槍的話呢 可以先抽護甲穿透 好我們今天先來試試看 優薩衛士要花多少賺 結果我是要抽這一把 黃金咆哮之後 再看要不要抽啊 因為畢竟它沒有護甲穿透 如果說它是 射程增加 然後又加護甲穿透 我覺得就很棒了 可能射程增加 兩格 然後增加一個護甲穿透 那在中後期的話 應該還蠻可怕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 先來抽這一把來實測 因為畢竟這把跟 黃金咆哮它是不一樣的屬性 護甲穿透的話 兩格到底可以打多痛 等一下測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抽抽看吧 因為我之前沒有抽到永久 這好像只有抽 天術而已吧 然後這個 好吧 它沒有打到可以用券的 因為它消費滿100才有 這樣應該就有了 我們買 10個的話 它這邊有折扣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選擇哪個之後比較划算 滿800是折200 好滿800折200 所以是650鑽 我先按一下 650鑽 我們看到花多好賺抽到優煞威斯 這把其實出了段時間了 只是骨肉爪我很少減 因為畢竟空頭槍 又是24小時 好 好沒中 我們再來 看來 看來是 我看一下喔 買多一點 1500折250 650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用花那麼多 因為我怕等一下一下要中了 這把不知道好不好抽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先試 好 這735 看一下喔 這剪掉 650 再一個650 13 13 好看1300能不能帶走 拜託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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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1300沒有中 我們再來 因為我覺得這把應該沒有那麼難抽吧 他已經到商城來了應該就會比較好抽 650 再加650 13 1360 650 x3 1950 1950 拜託拜託 1950應該中了吧 永久 沒中 哇賽 這把那麼難抽喔 我現在看剩下幾天了 我反而是這一把不好抽啊 39天 上次好像也是抽到一堆天數 我再試一下 31抽 我先寫起來 1950的話是 30抽嘛 然後 這邊 他最高是到3000啊 3000太多了 消費滿2000扣700 好我們算一下喔 2000扣700 所以說 就是 原本的話 1950嘛 除以 30 一抽大概是65 然後現在的話 如果是 1850的話 好 出於 1850 出於30 61 好吧 每一抽差了4鑽 4乘以30 差120鑽 好吧 試試看30抽吧 這把我覺得之前 沒有想抽 現在看到出了新的這個 黃金入口 中了 永久 可惡 欸 這個也中永久了 M82B M82B 我看他屬性是甚麼 哇 浪費掉了 好吧 我覺得應該是 不用花那麼多賺啊 我現在總共花多少 剛原本是8920嗎 減掉 5120 38 哇賽 不過3000他我覺得拿到護角穿都ok啦 只是有點貴 應該是不用花到38 38有點貴 然後這個 M82B 就沒有優了 他沒有穿透 主要是拿這一把 好 終於拿到了 然後我跟大家講為甚麼不抽黃金入口 因為主要 我剛剛講的我已經有 差不多屬性的槍 我基本上不會抽 其他相似的屬性 你們是可以 要省錢的話就是 抽不同的種類的槍會比較實在 我們先測 雄心壯志的傷害 你到訓練島 測給大家看 你們是知道為甚麼 打遠真的是比較有一點優勢 為甚麼是 SKA 這樣沒換到 沒有裝任何配件喔 先看基礎傷害 基礎傷害他一定會比優剎位是高啊 這個是39 214 好寫一下 39跟214 大家可以在一起一下 這把是雄心壯志 39 214 好 再來呢 我們直接放 換成四級房 17 109 好 17跟109 我們再來試另外一把 優剎位是 17 109的話 沒有辦法一發直接爆頭啊 就是你可能要再送上一發 通常我們拿步槍會打距離比較遠的玩家 所以可能不一定說 你今天 遠距離能夠直接中兩巴頭 因為他可能會動會加凝膠 我們現在試一下 他優剎位是 這把 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已經有傷害提升了 那個雄心壯志 你可以不用抽那一把 可以先抽這一把 因為他會更迷人 203 好先講一下 這把如果在剛降落的時候 他的傷害一定是輸雄心壯志的 好剛剛的話是39 214 然後這邊是37跟203 好傷害大概掉了 六七 普攻的話大概差2 然後爆頭傷害的話 14-3 差了11滴 好我們再來試一下四級防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優剎位是 剛剛的話是打17滴跟109 雄心壯志 打身體的話是22滴 就大概多了5滴 然後剛剛爆頭是109 109的話呢 這個是爆頭135 哇這樣其實就增加很多了 135減掉109 26滴 多了26滴 26滴的概念就是呢 你今天如果遇到敵人好了 不管是遠距離啊 或是近距離 其實都有差別啊 基本上來講 你可能不一定 你是打他的頭 一可能會抬槍嘛 那你基本上打到身體 再抬到他的頭 他會直接死 所以有時候關鍵差個 20幾滴血 每一發差20幾滴真的是差很多啊 然後像普攻的話 每一發差了5滴血 這個也是差很多 所以我才會說 有時候抽圖裝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下 你加你的圖裝槍 有哪一些屬性 然後不要去抽重複的屬性啊 可是我還是要講 射程增加就是 比較不會掉傷害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 在後期的時候呢 給敵人到一個比較 致命的輸出啊 然後可是那一把 如果說你今天是沒有雄心壯志 你想要抽射程 想要前期去撿空頭箱 然後去打敵人的話呢 那把槍 黃金怒皇還是可以抽的 然後如果說要推薦到決勝的話 我覺得這把會比較好用 因為這把是打穿甲的 就是優煞衛斯 然後我那時候是抽天數啊 因為天數那時候好像抽很久啊 好像將近一個月的天數 然後後來我就沒有去抽永久了 所以今天呢 看到那把槍 那我想起來 我應該去抽一把穿甲的 其實現在B5 現在比較多玩家到中後期啊 很多玩家是選擇穿甲類的 算是蠻多的 然後新玩家的話 可能不一定會選穿甲 可能就只看傷害數值 然後當然是因人而異啊 因為沒把槍 沒把槍屬性 有自己的個人喜好問題 像我現在是比較喜歡穿甲 所以說我在打中後期到決勝的時候呢 打敵人比較痛 不會說 像有些槍你們到中後期 欸怎麼敵人打不死 那個傷害超級低 對沒錯 那就是因為他防撞高 然後你的屬性不是穿甲的 就會差異在這裡 好今天的話呢就分享一下 黃金咆哮值不值得抽啊 如果你今天是沒有那個 聖經路紅的話 黃金咆哮是可以抽 我剛剛一直叫他聖經路紅是不是 不好意思 講錯名字了 總之黃金咆哮這把槍 他就是 打中遠距離的時候呢 剛降落其實是蠻好用的 可是到決勝的時候 可能會 遇到傷害比較沒那麼高的狀況 因為畢竟我剛剛講的 傷害一格的話 你間距離沒有拉遠的狀況下 你大概近一點距離打 你今天拿這把槍 打出來傷害四級防 就是 打到身體的話17滴 然後打到頭是109 剛剛那個優薩衛士的話 是打身體22多5滴 然後打爆頭的話是135 會多26滴 所以說優薩衛士的話會比較推啊 然後這把黃金咆哮就看你們要不要抽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箱方留言討論 你們現在覺得現在最好用的 狗羅札的屬性槍是哪一把呢 歡迎在影片箱方留言討論 然後目前那把我就先不抽 因為畢竟我其實現在都是選 護甲穿透為主啊 然後這兩把槍都不錯 就大家自己考慮一下吧 那我們今天的攻略跟情報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打聽影片可不可以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有一句叫做Five攻略情報 以及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玩具頻道哪個頻道 所有TouchIG粉絲團社群 我不喝哪一題都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收看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見 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